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 延续了这个主题 我们今天要带你来看的是什么 是所谓的价格跟价值 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 好 我们来看的是在今天呢 价格跟价值这个主题 先选了八档的个股 都是一个市场最爱 投资人好喜欢哦 这八档个股呢 稍后我们也会一档一档 带你来看看 这到底该留还是该把它卖掉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在今天呢 整个这个加全指数 大盘最后的表现 大盘的部分呢 收占了九千名字三点 是往下掉 还好跌了不太多 跌了十九点 量的部分呢 七百八十八亿 不过今天呢 好事是终止了 日K的联四黑 在贵买的部分呢 终于是往上涨了 前两天的稍微修正 今天投资稍微安心一点 上涨百分之零点一 在量的部分两百零二亿 也要挑战五日线的位置 不过在筹码面的部分 外资真的是有点不太给面子 持续占卖超 还是卖了三十八点三亿 连续五天的卖超 总共买了两百三十三亿 但是你看看这一栏 观股哦 观股呢 却是持续在买超 你丢我减哦 今天买了十四点三亿 连续的五天 买超七十八亿 好就是在今天呢 整体大盘的表现 大家说观股一直在买超 是不是台北股市 后市看起来 没有这么暗淡呢 有大人在家不要怕 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了 下市场大家最喜欢的一些个股 哪些个股呢 好在讲这些个股之前呢 赶快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好首先呢 第一位是这之内的分音师李冠青 冠青哥晚安 一华好大家好 另外来看的是这远峰奇货的副总 廖路铭 这个副总晚安 好一华好 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最后一位是一个 凤云投顾的副总王建文 建文哥晚安 一华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刚刚看到了 市场最爱的赶快赶快 大家来提检一下 我手中好像也有耶 我们就来看看有哪几档 包括了鸿海 华邦店 国泰金 彩金 那么另外一边是 仁宝金像店最近很强的 台版 还有新日光 其实融资的部分都蛮多的 你看鸿海 真的是 好多哦 大家还在疯狂的追吗 就是说鸿海已经来到了 相对的低点了吗 所以现在大家不只是散户哦 有一些主力 是不是也看好呢 好这几档个股 我们今天带你一档一档来讨论 是不是所谓价值浮现了 因为你看鸿海的一个 这个本益比啊 哇好低耶 十倍耶 这个时候不买 对吗 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想法冲进去买了 但买了该怎么办呢 好我们先来看看 选了鸿海的是谁 鸿海这个副总 你刚才选了鸿海跟新日光 对不对 两档个股是在八档当中 你特别看好的 鸿海很多人有疑虑耶 最近涨不动的感觉 我想鸿海的股票呢 其实在外资前一阵子 比较大幅的减码 主要还是在一个利空 就是说本来这个iphone6是这个 这个是鸿海的这个独家嘛 可是呢因为好像这个卖的太好了 那iphone6 plus的部分呢 他的整个一个订单呢 有被合作了分时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所以外资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 就是连续性的大卖 那当然了 因为这个鸿海外资手头上也比较多 正好呢因为大盘呢 因为所说的这个 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内阁的改组啦 其实也并没有说大幅改组 让整个本来预期显后 要大涨的这个外资呢 短线的要下车 所以卖压的是稍微是比较重一点 不过就以往的经验上来看来讲的话 就是说鸿海的股价呢 它第一个我们并没有看到大股东 有持续的一个抗坏 或者是出脱的这个现象 第二个就是说操作鸿海 以往呢就是你在它最不好的时候 来做一个进场 那当然现在来讲 坏消息是比较多了 而且这个股价当然现行呢 也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偏空的空头排列 那外资也在出脱 可是我们说了 这个外资的卖压的总算 还是会告一个段落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鸿海的慢慢也进入 一个价值投资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点位了 毕竟整理上来讲的话 它的本益比也在这个十倍了 那第一在十倍的附近的话 我想呢再去做过度的杀低 或者说去追控来讲 可能是不必要 反而呢要封低呢 来寻找这个买点 买点怎么寻找呢 因为之前有一个说法是说 这八十九块一直在守嘛 守住了嘛 八十九块的话 是不是跌破之后再涨买点 还是说其实八十九块就差不多了呢 不会再往下继续破跌了 好 这个问题很妙 这个问得蛮尖锐的 这个要开记者会来澄清一下 OK 那请这个 开玩笑 这些很流行记者会 对对对对 开记者会 这个可能要请这个郭总 自己来澄清一下 不过就我们操作 这个角度上来看 当然前一波 包含这个八十七块八十八块 这个前波低点 其实目前是没有跌破的 那到底是要跌破呢 再去买呢 还是呢 在目前的点位呢 就开始呢 来做承接 我想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个人抱持一个 比较中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看法 就是说 已经接近了这个前波低点了 短线操作者 当然在这边可以先 先接了 那如果一旦不幸跌破 我说如果会跌破的话 应该是大盘 真的很很差的时候 就就有机会跌破 所以也是要看大盘的情况 那大盘今天来讲的话 正好测试到这个季线 以及说这个年线 这个破九千之后 收一个下影线 那我今天来看 刚刚一华所讲 外资还在卖 大家可能心里很紧张 对不对 那可是关股呢 有在做一些回补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来看外资 今天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台子期净控单 也在做这个回补 今天我们盘中在看 像这个台子期的围买围卖 今天围买大概都超过了 三千张四千张 所以代表空放在这边的话 指数破这个九千的话 其实支撑的是蛮强的 所以回到这个全子股的 这个操作角度上来看的话 我个人看法 认为说鸿海呢 短线上要明显的跌破了 基本上也这个机会 慢慢的小了 所以我可以给他一个笑脸吗 如果他是比较偏乐观的 在鸿海这个部分OK吗 这边来看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还是可以的 因为短线上 对因为卖押 它的部分已经慢慢的 就是外资的卖押也慢慢会减缓 那是不是有一些回补的可能 这边我说的 就是用比较策略性的交易 毕竟你是在跌 下跌的过程中去找这个买点 所以操作部分的投资朋友 也不以用过度的融资 放大这个杠杆去操作 我看到融资这边 这个增加很多 我心里也是蛮担心的 对因为这个外资在卖 融资在增加 其实有操作股票的朋友 大家也知道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下跌的 这个走势当中 你去逢低承接的话 可能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你看到三日不破地点 甚至站回五日线上 来去再做一个 比较积极的操作 是比较适宜的 好那么另外一档 新日光 就大家会有疑问了 因为之前呢 大家会觉得说 这股价一直往下跌 可是我就是很怕 而且我也不敢 不甘心了 所以我就死报活报 报到现在 已经报到底部了 新日光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本益比还很高 还四十倍 这个部分的话 新日光到底 现在是不是已经算是一个 比较好的进场时机 还是说也是在等一下 这边太阳能 那个族群的部分呢 个人看法 因为最近 包含这个 尤加这个下跌 可能这个太阳能的 这个需求呢 没办法马上呢 来做一个展现 那所以整个基础线 上来讲的话 它可能呢 会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格局 尤其在我们所说的 这个包含了 这个双反的这个部分 包含美国跟中国的 这个双反的部分 可能就会有一些疑虑了 不过旧长线 上来看的话 我们说 即使是油价点 你像大陆他们也不会 再去增加这个石化的 这个投入 或者是说 把它当成真的说 大力的这个发展 石化的部分 其实也不会 还是会往这种干净能源 去做这样的一个着想 所以包含了之前 像APEC 你说APEC这个天空的寒 对不对 所以开门来讲的话 包含就是 在整个发展 这种干净能源的部分 我想 这个市场还是很大 那至于说 怎么样去看这档股票呢 因为 我们说 秦日光是这个 以前台积电的副总 这个林昆熙 他所创立的嘛 所以 在这种台积电式的 一个管理之下 我想 觉得说 他在整个太阳能的 这个电视模组 这个族群里面 相对的 为什么他本位比较高 因为大家可能认同 他的一个管理这个能力 不过就现行上来讲 他跟鸿海呢 也是还是有点相似的 就是说 他还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季线 还是没有站上 还是一个军线盖头的 这个反耀 所以操作的部分呢 我其实看法呢 也是跟 跟这个鸿海一样 说 不建议 真的就 融资呢 在这边做大力抢进了 反而就是说 他是不是有跌 跌很深 要不就跌深爆大量 再进场 要不呢 就是站回这个五日线 或者连续三日不破敌点 再去尝试做买进 但我需要沙滴吗 手上有的 这其实他不用 我说因为要看整个大盘 因为 其实这阵子来讲的话 其实 类鼓轮动的速度也很快 那搞不好 有可能 慢慢也轮回到 这个太阳能族群 因为前阵子都比较利空的 一些股票 你看 像生气族群 也反弹 LED 前阵子大家也说 很抗坏 可能会被这个 大陆三安光电 打得一败 一败土地 可是也没有 还是一个往上 所以我想 在类鼓轮动的 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 这个去过度的杀低 其实也是不必要 另外我们来看 在这八档个股当中 鸿海跟新日光 已经解决了 这个稍微 手上有的 稍微等一下 那么没有的话 现在也不适合 这个太快来抢劲了 但另外来看 在本一笔的部分 你会发现说 在满低的也是 华邦电 国泰金 都是11.8 13.1倍左右 这两档个股 是建文哥选的 对不对 对 在这两档个股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稍微乐观一点 好啦 的确有那样的机会 因为刚才陆明说 开记者会曾经 现在大家就开始 有点紧张 紧张 讲到记者会 大家就有点紧张 尤其记者会的内容 如果让大家一头雾水的话 那就更有趣 其实陆明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好 因为如果你要发现 那个价值投资的话 那当然 当然必须要有博乐 博乐才能够发现千里码 那股票市场的话 其实现阶段 其实大部分的投资人 其实要么做很短 要么不敢做大量的一个投入 那其实这一份的一个资料 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都没有人去发现 这些个股 那到时候真的涨上来的话 也没有人知道 那等到涨上来之后 你再去追 你可能什么 可能那个价差空间又大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有些股票的那个线型架构 的确是比较弱势 比较弱势 那包含像所谓红海药 包含像新日光 都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刚刚陆明提到一个重点说 要么它是一个所谓爆大量 爆大量不破低 爆量不破低的过程当中 它的融资如果再增加 那投资票你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说它的融资到底是 商务的融资 还是食物的融资 如果是食物的融资的话 它当然什么春江水暖压先知 它比较敢压 那这个后面的一个空间 当然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说 你现在的心态就是说 很多的观众朋友 对这个行情没有把握 那你就把3D帮各位 准备的一个资料 你就好好的检视 那是不是说 有一些食物的一个动作 或所谓的一个法人的动作 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去操作 那我选华邦店的理由 很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中低价 其实最近中低价的股票 就是比较活泼 那如果我们从整个华邦店的 一个线型架构上来看 你可以发觉 其实它在往上延伸的过程当中 相对于什么 相对于红海 相对于刚刚陆明讲的那个新日光 它就强势很多 而且它又是刚开放所谓信用交易 那开放信用交易的过程当中 现在市场的人气是在这边 那当然你可以发觉说 它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营收也好 也有上来 那如果有上来 又越接近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不管12月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年底 或者是所谓农历年节前这段时间 本来市场就有一些内支 它会去操作这类型的个股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华邦店对我来看 可以比较选顺乐观一点 进可攻退可守 那这档股票的投资品 就可以注意说 是不是有机会说 在相关的产业面 因为大家知道说Samsung Hinex 美光 退出立基型的市场的过程当中 它有那个机会 那这档股票刚好又不是特别高价 不是特别高价 那整个一个量价现行又是偏多的话 其实可以做多方的思考 那国泰金 其实如果我们最近在看金融股 真的只有少数的一个中小型的银行股 比较表现 那那个金控股 其实富邦金的走势还不错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 这个国泰金的话 真正的 叫你买 说实在 我也没什么价格 你看那现行价格 不是你看那现行价格 刚才路面 在跟你说的时候 说那红海 说那新日光 其实我们单就 现行价格来讲 也知道说法人调节 融资增加 其实这个股价的话 势必还要去做一个 所谓 测低点的那个动作 那个低点的能量 如果说 抵抗力能够增强的话 那个就是真实的低点 那以目前看来 当然他现在还 刚好面临前提这边 那如果你是 中长线价值投资人 你可以在那个低点 那附近做一个 尝试性的一个 所谓进场的动作 不过我个人认为说 还是一样就是说 以目前看来 价值投资 的确这八档股票 不管是我们选的任何一档 都有他的那个什么 相关的那个 所谓的一个意涵在 好 讲完四档各股 看起来 好像只有华邦店 稍微乐观一点点 在这个融资增加 市场最爱的情况之下 但我们来看看呢 这件很强的啊 你看这个金像店的股价 还是涨了乱七八糟 现在本益比来到 18.8倍 稍微比大盘高了一点 大盘现在 14.5倍左右 除了金像店之外呢 另外我们来看呢 在这个台半的部分 好像也还不错 对不对 11倍而已哦 这个部分 关琴哥怎么解读 我想呢 先从这个金像店 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毕竟呢 在金像店 应该算是 三个礼拜之前 我来这个节目 跟大家报告过 这档股票 我想那时候 这个财报也是刚公布 财报就很漂亮嘛 这个单季 EPS超过0.6块钱 所以如果说 你单就财报来讲的话 你算出来 可能本益比18倍 可是如果说 你单就 他的一个单季的获利 因为上一季呢 EPS是0.63元 你把它乘以4的话呢 它很可能明年 可以很轻松的 赚到两块钱以上 那你现在回来看的话 现在股价是78块 好像又变 又变得在10倍以下了 那重点就在于说 金像店 它后市到底怎么看 因为毕竟股价 从这个大概 应该是过完 这个选举完之后 选举完之后 一路的拉到19.2元 这拉得很高 甚至中间也出现一个 投信跟外资在做换手 外资在买 可是投信呢 他反而在做出拓动作 那我们看融资部分 融资反而是说 融资是持续的一个加码 过去呢 这个加码了大概 5451张 一路就冲进去 没错 可是留意到 还是在未来 它的后市 因为它为什么 能够在第三季 能够交出那么好成绩单 就是在于说 4G跟伺服器这部分 其实需要的一个 这高阶的板子 真的很多 甚至包括以前金像店 被人家这个诟病的 就是它的苏州厂 不赚钱 开始赚钱了 甚至呢 开始这个赚还赚不错 如果说能够像现在一样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状况 那么不错的话 当然很可能明年 赚到两块钱 现在来讲 本一比稍微低 不过短期之内 我认为股价呢 陷入整理的机会很高 可是中长线而言 假设明年能赚到两块钱的话 现在本一比 也只有九倍多 所以如果可能到 但是可以去留意 我想比较持平看待 可是说中长线 它可能会上 另外是在这个台办部分 其实台办是有点相反 台办业绩也不好 这是11月份业绩 年增是 年增是这个百分之九点五 可是呢 月增部分 月没增啊 甚至呢 它这个月的业绩 它之前就告诉你说 第四季也不好 可是呢 重点在这里了 重点在 你看它的股价怎么走 它股价融资增加这么多 而且呢 如果投资者去留意到 其实投信卖很多 投信几乎在 这个最近这一波 拉起来的途中 它几乎是初翻天了 可是股价有没有下来 没有下来 为什么股价没有下来呢 因为它现在在执行库藏股 那我想执行库藏股 而且包括融资 还敢这个时候做买进 然后包括第四季 如果业绩还没那么好的情况之下 那就真的就是符合 叫怎么样 有心的是在布局 那到底是谁有心 这我们不知道啊 不过 当然就这个基本面上来讲 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说11嘛 一比11倍 前三季它就赚了2.1 今年预估大概 第四季因为是淡季啊 第四季加一加 可能还有在2.5左右 那重点在于说 这个它转投资 也加公司叫3611的一个鼎汉 鼎汉的获利也相当不错 这以这个 这方式 挹注回来的话 其实在今年不错 甚至明年 其实它今年 最大展望就是在车用啊 还有包括像是这个 其他的一个 像车用的部分 这个成长的不错 如果说在车用 还有办法持续成长的话 毕竟做车用的一个半导体 部分呢 股价都很高 我们随便看那个8255的一个 这个棚城 车用的一个二极体 棚城的股价 12030块 如果说比较低价的话 当然可能台办 我认为投资国 倒是可以去留意到 因为毕竟 融资大增 法人大坎 可是股价呢 却是还是在做一个 走高动作 倒是有一点 这个蹊跷来存在 好 刚刚说到金箱店 可以再等一下 因为短期可能会线路整理 台办的部分的话 现在就可以抢进吗 因为好像是有心的是在买 我认为说 原则上现在本益比又低 应该是有机会的 所以台办比较乐观一点 没有错 好 所以其他个股 我们刚刚挑选了 这华邦店的部分 也是比较乐观 还有台办的部分 都是比较偏多来思考 因为在这个融资算增加 可能特定人是锁定了 可以来多加关注了 好 另外呢 我们带你来关心的是什么 这大家说长荣航空啊 真的是好厉害 之前一飞冲天了 股价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现在好像慢慢有一点点停下来了 可是大家还是很想复制啊 之前这样涨一波35% 你看 35%的话 谁到底可以变成长荣航的第二呢 好 这个它很重要 它让股价暴涨3% 这个它是什么呢 我们就带你来看看 其实这个它 就是所谓的现金增 好 这四个字要记牢 因为你看看股价很可怕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说真的那么巧合吗 我们就在这个当初 其实在10月份 10月23号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你了 点出来了 你看两档个股当中 就有一档是长荣航 一个是友达 一个是长荣航 真的是接力大涨演出 这惊人的巧合 10月23号的时候呢 当初我们来告诉你了 它要现增了 那个点在这里 那长荣航的部分呢 就在这里 哇 这个现增的部分 当天的股价就已经激烈了 对不对 近五日的话也是上涨 但是你看看哦 记得这个张图 我们看第二张图 你一定会吓一跳 抓住了那个现增消息的 当下之后呢 知道股价怎么变化吗 来看刚刚的友达 友达的位置告诉你是在这边 结果你看看后面 拉出了这么一大波的涨势 好厉害耶 最高最高 涨到了15.4块钱 这一波上涨呢 16.6% 另外长荣航空更厉害了 35% 你看告诉你的是在这里哦 结果一波往上急拉 最高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也涨到23.9块钱 真的是巧合吗 有那么多巧合吗 现金增资的魔力 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就带你来看看了 真的要抢钱大作战了 现在呢 有现增题材的 刚刚看到第一档 就是所谓的长荣航 可是你现在去买 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哦 因为呢 它是昨天 就是最后的一个买进日了 所以你要昨天买呢 你才可以参与到 但是哦 在长荣航的部分 现在22.5块 22.55块 好 它发行的价格17块 哇 你看看 17块啊 到22.5块 是不是有很大的空间 那么另外包括了红基 包括了文业 红泉 致意跟美绿 通通都要在近期来办理现金增资 好 我们先来问一下 既然长荣航 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可是现场还是有来宾哦 就是这样不离不弃哦 锁定了长荣航 马上来问一下 这鹿民哥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要选长荣航 不是说已经买虎啊吗 还选长荣航 对不对 那理由是什么呢 告诉大家一下 我想这个 长荣航涨这么多了 他这个10月11号的时候 收22块多 发行价格是17块 所以后续来讲话 可能还是有一些现增的 这个有些套利子的空间 第一个他会融券锁单 第二个呢 可能到时候现增的股票出来 可能会有波卖压 不过我觉得那个卖压消除之后呢 反而是逢低的这个 在进场的好时机 因为我是这么看 因为你现在分析这个航空股 跟这些交通事业的这些股票 其实我们看的就是这个油价 那其实我们最近看了一些 有研究的这个报告 就是说 long term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美国的 页岩油的这个产出了 是这一次的这个OPEC 就是所谓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呢 他为了把这个油价打下来 让这个美国的这个 页岩油的业者 来退出这个市场 可是呢 这个策略呢 我想这个叫做什么 伤人家七分了 自己要伤三分 所以整理上来看的话 这个代表什么 油的供给的部分 他这个 你只要油价一拉高 页岩油它业者又产出了 对不对 那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说 现在这个俄罗斯很惨 那个这个油价的 这个自由的成本还是很高 可是呢 他是等待什么 页岩油这个开采技术 还没有成熟 一旦它成熟的时候呢 这个它的这个开采成本 它也会下降 目前呢 全球大概有三个国家 有这个烟油开采技术了 这个当然美国是第一个 第二个前阵子加拿大也宣布了 OK的 那紧接着呢 大陆呢 也宣布了 它这个 也可以进行 所以油的这个供给的部分呢 它会形成 所谓的这种油价 长期上涨 这个压力 所以这个航空股 我个人看法 因为 这个油的成本 占它这个四成 所以后续来看 包含第四季的业绩 跟明年的这个财报的部分 都会相当的一个不错 所以对航空股 尤其在全球化的 或者说个人这个旅游 很盛行的这种情况下 其实呢 所谓的这种空运的市场 还是在蓬勃发展 所以股价你说十几块 贵还是便宜 我想投资朋友呢 你可以自己再做判断一下 所以就算未来 因为我们稍微算了一下 可能百分之二十四的 一个这个套利空间 可能会有这个融券增加 大家说要锁住那个价差 所以你是觉得说 等那波卖压结束之后 它还是会往上来 等它那个现增的 这个成本比较低 十七块的那些人 他们卖掉之后 可能有风低来 做一些承接的动作 好 但是另外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美率的部分 他们也决定 要来办理现金增值 我们来看看 它占定的价格 是在一百块钱 现在一百零八点五块 很多人会说 公司定在一百块 就不可能会跌破一百块 没有人会做这种 这么笨的事情 美率这个部分的话 建文哥你怎么来观察呢 它这个一百零八点五块 很多人说 这个美率最近好像 整个现行 之前好像要起来 可是最近又有点 这个趴地的感觉了 对 其实不一定说 不会跌破那个 原先设定的那个价格 也是有可能 如果行情不好的时候 也是有可能 不过 为什么谈到现金增值说 后面往往都有一段 就是说 为了要吸引各位 去做一个现金增值的 一个参与 所以他要把价差空间 拉出来 那如果价差空间 没有拉出来 我参与他干嘛 我就没有立可图 那我们就要看说 那这个现金增值的目的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说 我要增加资本支出 我要扩厂 那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当我们在看 这些个股的确有很多指标 包含像所谓 长龙行的一个指标上来了 包含像友达的指标上来 那其他的一个个股 能不能复制 那就相对的重要 那我们来看美绿 其实你可以发觉说 美绿的一个现金价格 就是说 它是个主体 很明确的 它就是个主体 那主体的过程当先前 那段急杀下来 急杀下来 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外资的一个什么 外资的一个卖压压下来 那外资卖压压下来之后 它现在开始在确立那个低点 那假设说 它现在公布是100块 100块 那大概市场就一个预期心理说 那就可能在100块这边 应该有机会 去做一个利手的动作 那我们就观察了 观察说 因为说这100到108 这个空间 大概只有8% 那如果说再加加减减 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个 所谓成本的话 其实那个诱因不大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真的要复制 所谓的一个现金价 它当然要把价差拉开 那以目前看来 当然美绿的一个 相关的那个营收数字 财报数字叫做 其实还中规中矩 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所以我个人说 观众朋友如果说 你现在你要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 比较去做一个 所谓中线的一个规划也好 或者是观察 所谓法人的动作也好 那外资是反卖 违买嘛 反卖表示说 它至少中线对这个价格 它是慢慢的一个认可 认同的话 那我觉得说 这档股票 你也可以去观察 所以美绿的部分 持续的观察 稍微偏比较乐观一点 来思考 但是我们来看 为什么要办 所谓的现增呢 因为你看 我价格高的话 我公司可以募到很多钱嘛 对不对 那么募了很多钱之后呢 股价这个人家也说 会做一波拉抬 所以大家才会期待 在股价的部分会不会来动 那么在刚刚看到的 几档个股当中的话 剩下冠情歌了 冠情歌 到底哪一档 有没有机会来复制 所谓长荣航空啦 这三十五%的涨幅 真的是很诱人 我想其实重点 还是在基本面 其实长荣航 为什么能够 长荣航为什么能涨那么多 很主要原因是在原油下跌 如果现在原油是涨到 一百五十块的话 长荣航现在没有 是可能个位数了吧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 刚好也是因为现增 刚好也是因为巧合 而且我也相信 如果今天原油涨到 一百五十块钱的话 他大概现增办在六块钱 你就投效很久了 我想可能要将来 这个加赛一起来联想 不过通常要办现增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在于说 刚刚建伟有提到了 他未来就是有资本支出 那干嘛会有资本支出呢 可能是接到新的订单 或者是多对未来行情看好 那我今天选到 其实老实说很难选 宏基我说真的 我觉得宏基很差 不想看啦 宏泉宏泉现在有一个很 我们看一下宏泉的股价好了 宏泉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敌人 最近在涨的叫九九零七 这统一时 虽然统一时获利不好 可是你哪 你哪知道哪一天统一灌单 他就起来呢 所以宏泉我也看不下去 那致意 致意老实说也不错 可是呢 我认为如果一个中长线来讲的话 我想文业或许是一个不错选择 因为毕竟假设 因为他既然要办现增 表示说明年他可能有一些 一些包括因为他是IC通路股 可能要扩增据点 或者是多一些新的客户 新的一些增加新的一些 新的一些下游等等都有可能 另外部分就在于说 其实今年的文业 应该随随便便都可以赚到五块钱以上 现在多少钱四十六块 本益比又很低 而且重点在于说假设 假设我们猜错了 这个现增 现增他没有跟着做一个拉抬动作 可是至少你明年 还有配股配级可以赚 而且重点是文业 他十一月份的营收多少钱 是一百零三点七九亿 应该是历史次高 今年还有一次超过一百 一百多亿的 我想如果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这种比较这个指标性的IC通路股 再配合着像4GLT 中国大陆现在手机呢 就换4G换到疯了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其实像文业的话 我想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标的 好 所以在近期办理现增的一些个股 提供你来做掌握了 那么稍后专家今天同样 是准备了一些自选股的部分 口袋名单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群难逃的孩子 用柳丁皮自制清洁剂 为村子带来新气象 他们凭借的 正是能在点燃生命之火的捐助 还有许多美丽的故事 等待发生 第三十届点燃生命之火 邀您继续凝聚力量 启动更多美好的改变 HOMEBOX竹南店开幕 全国同庆买两千送五百 送五百哦 全国首家文化类环教场所认证的主题乐园 荣获米其林绿色指南 累计七颗新推荐 国家认证 国际推荐 旅游首选 九族文化村 日月谈懒车 HOMEBOX竹南店开幕 全国同庆买两千送五百 送五百哦 哎呀 不妙 你不要再买啊 越抓会越痒 快用慢秀雷敦AD 只养消炎乳膏 甘养都自己过早 不养才好晚安 慢秀雷敦AD 只养消炎乳膏 AD 以不凡远间 淬炼领袖格局 追求完美 永不妥协 AUDI A8首席事业 与生独具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每个角度都好拍 连拍好几下也OK 看我一笔轻松搞定